大家好,分享个新闻 韩媒6月23日报道 深陷队内排挤风波女团April成员 金采员李纳恩、梁瑞纳李真帅 于本月21日通过了媒体的单独采访 反驳了排挤李炫珠的主张 而且还一一控诉了李炫珠的种种恶行 April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否认了 孤立排挤李炫珠的说法之外 还极力表示成员们都很害怕李炫珠 并指责李炫珠满口谎言 他们和李炫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过得很痛苦 到了每天都想死的地步 所有成员都因为李炫珠而饱受折磨 甚至全部因此接受了精神科治疗 April成员们通过媒体诉说了委屈 否认了排挤前成员李炫珠的主张 与此同时还放出了多张照片 成员李炫珠的合照 作为关系良好的证据 然而这些照片再次引发了虚假的争议 为了证明他们没有排挤李炫珠的言论 李炫珠还公开了多张 据说是没有公开的日常照片 力图证明April成员 与李炫珠的关系很好 但是就在他们向媒体控诉的第二天 有网友通过某网络社区指出了 April口中所谓的和李炫珠一起拍摄的 没有公开的日常照片存在造假 该网友介绍April公开的主张是 没有公开的日常照实际上是 李炫珠和金采源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拍摄的 这些照片都是在粉丝面前拍摄的 当时还曾被上传到了网络上 因此有人指出在粉丝面前拍摄的照片 并不能算作是关系良好的证据 此外被April作为 是与李炫珠关系很好的证据 被公开的大头贴照 最终也被扒出 实际上是在节目放送时拍摄的 在种种的揭露之下 April的谎言再次被揭穿 谢谢啊